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更是受益一生 一 早睡是一种习惯 早睡早起身体好 道理谁都知道 但是能做到的人太少 过老死的悲剧时常发生 但早睡早起看起来依然离我们遥不可及 如果人生有什么最有益又最具挑战的习惯 早睡早起绝对位列三甲 二 微笑是一种思维 如果留心 你会发现周围那些爱笑的人 运气总不会太差 微笑其实是一种思维 是一种直面生活困境的勇气 这种思维可以让一个人远离崩溃的红线 静等柳暗花明 三 整洁是一种态度 干净的白衬衫 整齐的短发 清雅的淡妆 得体的职业套装 清爽的人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都是对自己认真负责的人 这样的人 生活质量一定要高些 四 运动是一种精神 看看身边的人 那些长期坚持运动的 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也要更不太轻盈 腰板挺直 充满力量 运动应该被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额外的负担 五 旅行是一种享受 人生不是赛场 生活处处是风景 出去旅行 那种空间的转换 给心情和心境带来的东西 很难用语言表述 时常出去看看 你会发现那个叫自然的东西比你想象得更美好 六 阅读是一种回归 消遣的方式很多 阅读是其中最不费力 又最有收获的一种 胸藏文莫怀若骨 富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越多 内心会越丰富 眼界也会越开阔 七 管住嘴是一种本事 这里管住嘴不是指讲话 而是指一日三餐 很多身体不好的人 常常败在嘴上 生活好了 更要吸服 多吃点粗粮 每餐七分饱 不暴饮暴食 为了家人 更为了自己 八 下厨是一种修行 现在外卖太方便 很多人已经少了下厨的动力 但认真地洗菜 淘米 一丝不苟地翻炒 这个过程藏着无穷乐趣 下厨能让自己学会平心静气 不会把节假日过得没了生物中 这本身也是一种修身养性 九 人脉是一种坚持 人脉听起来很功利 但世事间 人情间 从来都功夫在世外 无心插柳柳成音 朋友之间 隔段时间打个电话 发个微信问候一下 多年后 你会发现 你的坚持会成为你的品牌 你的坚持会成为一种最大的善意 威廉·詹姆斯曾说过 拨下一种行为 收获一种习惯 拨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性格 拨下一种性格 收获一种命运 做最好的自己 从养成这些自我提升的习惯开始 然后你会发现 当你变得优秀的时候 世界亦充满善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